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看似遥远却又迫在眉睫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急需一组星链 低轨卫星的上网速度真的够快吗 想象某天凌晨 剧烈的地震在海底撕裂大地 几条负责国际通讯的海底光缆被瞬间扯断 全岛网络陷入瘫痪 银行交易中止 跨洋电话静音 连日常刷个社群动态都变成奢望 倘若战争爆发 敌军刻意破坏海底电缆封锁消息 我们会不会一夜之间沦为资讯孤岛 2006年南台湾恒春外海就曾发生强震 引发海底土石流 硬生生割断了多条通往亚洲与美国的光缆 导致整个东亚网络大当机 联合国当时把这起事件称为现代新形态灾难 汤国可见 在现代社会失去网络有多可怕 其实不止天灾人祸 现有网络架构本身也有盲点 手机要上网 得连基地台 但在荒郊野外 深山峡谷 没有基地台信号再强的手机 也是砖头一块 飞机万米高空 货轮远离陆地航行时 更是常常与网络绝缘 我们早已离不开网络 可网络却还有这么多角落照不到 难道我们真要任由这些地方 与世隔绝吗 有人或许会问 既然地上的基地台有限 那就把信号从天上传播就好了 没错 人类早在60多年前 就开始尝试把通信卫星送上太空 用天上的人造月亮转播信号 最早的通信卫星 在20世纪60年代就上天了 而直到近年 我们看电视用的卫星直播 其实原理也是类似 同步卫星在距地36000公里高空 把电视信号覆盖大半个地球 让你在山里也收得到世界杯实况转播 然而拿卫星播电视可以 拿卫星来上网 却一直难以令人满意 为什么 一个字 慢 距离地球42000公里的地球同步卫星 好处是覆盖广 三颗卫星就几乎照亮整颗星球 坏处是距离实在太远 信号来回一趟将近85000公里 光速很快没错 但绕着一大圈至少要0.28秒延迟 七七别小看0.28秒 这只是信号从你家飞到卫星 再回地面的时间 还不算网络处理的延误呢 打个比方 你点下网址后将近半秒才开始加载 线上游戏角色停顿半秒才有反应 谁受得了 更何况 传统高轨道卫星带宽有限 上网下载速度常常撑不起高清影片 更别提多人连线会卡到怀疑人生 难怪过去卫星网络一直被嫌弃 只能作为偏远地区不得已的最后选择 那么 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既想要全球覆盖 又想要高速低延迟 答案就是把卫星拉近 所谓低地轨道卫星 顾名思义 就是跑得比传统通信卫星 低得多的卫星 以SpaceX公司的星链为例 他们把一颗颗小卫星 放在离地仅350到1500公里高的轨道 高度不到同步卫星的三十分之一 信号延迟也跟着压低到原来的三十分之一 甚至更少 如此一来 卫星传讯不再慢吞吞 从天上下载资料 也可以像透过光纤一样快 如同有人调侃的 以前用同步卫星上网 就像龟兔赛跑让乌龟传信 如今换成成群的迅捷小白兔 自然跑赢一切 聪明的读者可能又问了 轨道降这么低 卫星覆盖范围不是变小很多吗 没错 一颗高挂天际的同步卫星 可以覆盖半个地球 但一颗距离500公里的低轨卫星 覆盖的圆斑小得多 可能只能照到地球上一小块区域 而且卫星离地近了 在天上绕地球一圈也更快 大约九十几分钟就公转一周 对地表来说 就是几分钟就飞越头顶 不一会儿就跑到地平线下去了 换句话说 低轨卫星就像满天流星 不断划过天际 一颗紧接一颗 要维持通讯不中断 就得确保任何时刻 头顶上都有卫星接力传递信号 这也是为何Starlink 动辄要发射上万颗卫星的原因 数量取胜 以量补据 曾几何时 这种天女散花式的卫星网络计划 被视为天方夜谭 上万颗卫星 光听都觉得疯狂 然而马斯克的Starlink 用行动粉碎了怀疑 2020年星链开始在北美式营运时 天上只飞了几百颗实验卫星 2021年开通公测 卫星数突破1000 到了2022年 服务逐渐扩制欧洲 亚洲 发射卫星累计超过2000颗 如今2023年中 星链卫星数量已经冲破4500颗 短短三年多时间 小卫星如雨后春笋 布满轨道 同一时间 用户人数也从起初几千户 激增到全球200多万户 这种增长速度仿佛开了外挂 让通信业和天文学界都瞠目结舌 工程师惊叹于它布局之迅速 天文学家则担忧于满天人造星点 已经造成肉眼可见的光害 无论如何 Starlink成功将科幻化为现实 在太空中搭起了一张巨大无比的无限天网 当然 只有卫星还不够 地面上 我们还需要天线来收发信号 过去看卫星电视 要装一面叠形天线 对准同步卫星的位置 才能收到节目 同理 要用低轨卫星上网 每个用户家里也需要一个特殊天线 不过Starlink没有让你扛着小耳朵满街追卫星跑 而是采用了高科技的相控阵列平板天线 这名字听着拗口 其实原理很酷 也很简单 天线表面布满上千个小型发射接收单元 就像一对整装待发的士兵 各自能发射信号波 平常无线电波是四面八方发散的 但如果我们精准控制每个单元发波的相位 让波形互相干涉 奇妙的事就会发生 奇妙原本分散的波数 可以叠加成为一股定向强力的信号 好比士兵骑步走 步调一致时 就能形成一道向心力量 队伍可以朝特定方向前进 利用这种波数成型技术 Starlink的平板天线不用转动叠盘 也能将信号精确瞄准高速 掠过天顶的卫星 在较早期的圆形星链天线DC 上55公分宽的平面 内嵌了多达1280个六角形小天线单元 靠着电子控制 它们时而同步 时而微调 相当于在你屋顶 举起一把无形的手电筒 紧紧追光天上的卫星 当一颗卫星飞远 信号渐弱时 天线又会快速转向下一颗 即将飞临的卫星 如此无缝接力 让你即使置身荒野 也仿佛有隐形的基地台相随 说到这里 我们来关心大家最在意的重点 这样上网快吗 稳吗 毕竟再宏伟的计划 最终还是要落在用户体验 如果星链号称再响亮 结果网速慢到刷个影片狂转圈 那也是白搭 所幸 目前的实测数据 可以让我们松口气 许多用户反应 星链下载速度 大多在每秒100Mbps左右 上传约10到20Mbps 这个速度对一般家庭用户而言 已足够畅玩 绝大多数应用 4K影片随点随播 线上游戏延迟 也只有20毫秒上下 跟光纤宽带差不多 有人甚至在理想条件下 测得过400Mbps以上的 惊人下载速度 可以说 只要不是同时满足 上千人连线的大型企业需求 星链都能给你相当稳定迅捷的网络体验 当然 星链的速度也并非无上限 目前各地用户速度 有快有慢 例如刚开始用户哨时 美欧用户常跑出 2300Mbps高额 但随着用户增加 共享带宽被瓜分 美国部分地区平均下载 反而降到50Mbps左右 好消息是 SpaceX持续发射更多卫星 扩充星链星座 同时也升级卫星硬件 来提高单星容量 2023年起 投入的Starlink VR Mini卫星 体型更大 配备更强的雷达和天线 单颗卫星可以服务更多用户 同时 SpaceX还推出企业版 高阶版终端设备 甚至测试 透过多重天线汇聚 达到8Gbps 超高下载率的可能性 虽然那些急速方案 目前费用高昂得吓人 但至少证明了 低轨卫星网络潜力无穷 未来随着技术进步 我们完全可以期待 星链的速度越来越快 速度之外 我们再看看覆盖与稳定问题 前面提到 一开始Starlink服务 需要地面接收站中转资料 你的天线 先跟天上的星链卫星通信 再由卫星把数据 丢给地面站 接入光纤骨干网 但是如果你附近 没有地面站呢 早期星链用户 在空旷海域 荒漠地区 就可能收不到信号 因为卫星虽然飞过头顶 却找不到地面出口 把网络送到全球互联网中枢 更棘手的是 如果像台湾这样的岛屿 地面站也设在岛上 本地上网虽通畅 但万一对外海缆被切断 地面站孤立无援 那星链网络 一样上不了国际网 SpaceX深知这个限制 因此星链2.0卫星 开始全面装配星际雷射链路 简单说 新一代卫星 不仅对地通信 彼此之间 也能以雷射数互联 数据可以直接在天上 从一颗卫星跳到另一颗 一路跳到有地面站 连接全球网络的区域 在下船 这就等于在天上 修了一张雷射光高速公路 由于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 比在光纤中更快 星链的卫星中既有潜力 比传统海底电缆还低延迟 这对金融交易 军事指挥等要求 毫秒必争的领域 尤其具有吸引力 当然 建构这样庞大的太空路由网 并不容易 每颗卫星要配几组雷射收发器 数据怎么规划路由 避免绕太多跳速导致延迟增加 卫星间如何协同 避免碰撞 这些都是全新的挑战 不过随着技术克服 未来星链将真正做到 无需依赖地面站 就能把网络送到地球任意角落 届时 哪怕远洋渔船 南极科考站与外界通讯 也不再有平静 用户完全不必担心 自己所在国家的网络基础建设如何 因为头顶的天空即是枢纽 或许有人会担心 太空中忽然多了这么多卫星 不会发生撞卫星事故吗 确实 低轨卫星数量暴增 让太空垃圾问题浮上台面 上万颗高速飞行的卫星 稍有闪失相撞 碎片可能漫天飞舞 引发连锁反应 所谓凯斯勒效应 对整个轨道环境造成威胁 马斯克团队在设计星链时 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因此选择将卫星 部署在较低高度 大约五六百公里 使其在任务结束 或发生故障时 能在数年内 自行受大气阻力脱坠 烧毁殆尽 不至于变成永久垃圾 此外 每颗星链卫星上 也装有小型离子引擎 可以自主降轨退役 如果卫星失去联络 一段时间没动静 也会被指令自动处翼坠毁 尽管如此 天空车流骤然暴增 仍带来潜在风险 2021年 中国就曾投诉 它们的空间站两度 为了闪避星链卫星紧急变轨 面对这样的低轨塞车 各国和国际组织都开始研绎 更完善的太空交通管理规范 确保新时代的通信福祉 不以危害人类太空资产为代价 除了碰撞风险 星链的全球铺设 还引发天文观测界的忧虑 一串串反光的卫星 如珍珠项链般划过夜空 美则美矣 却严重干扰望远镜观测 天文学家们频频在照片上 捕获星链留下的明亮条文 只得开发算法设法滤除 SpaceX方面也做出改进 为卫星加装遮光伞减少反光 但要完全解决光害仍有难度 另一方面 从国际政治看 星链带来的无死角通信 也让有些国家如坐针毡 过去政府要封锁网络信息 很大程度上可控于国内电信基础建设 可若人人头上都有接入全球网的天线 要怎么管 向中国大陆就以未经许可业务为由 禁止星链接收设备进口 试图将其隔绝在防火墙之外 俄罗斯更直接 扬言星链卫星若参与军事用途 属于合法打击目标 可见星链不只是技术创新 还牵动敏感的军事与言论自由议题 马斯克本人在乌克兰战争中 一度因星链提供军事通信而成为焦点人物 甚至引发各方对私营卫星网络 应否由单一富豪掌控的辩论 未来类似Starlink的国际监管和治理 恐怕也是道漫长难题 话说回来 无论如何发展 低轨卫星网络大势已成 除了Starlink 还有英国和印度合资的OneWeb 中国筹划中的国网星座 亚马逊的Project Kuiper等竞争者 各国不想把未来网络命脉 完全托付给马斯克 纷纷投入资源 打造自己的卫星通信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 低轨卫星通信的价值 它不仅是偏向用户的福音 也是国家安全的新支柱 就以乌克兰为例 战争初期 传统通讯几乎崩溃之际 星链终端的及时部署 让前线士兵和政府要员都能保持联络 甚至无人机部队也靠星链协调精准打击 假如没有星链 后果不堪设想 类似地 对台湾这样仰赖国际海缆的小国家而言 平日也许用不上卫星网 但关键时刻 星链等同生命线 此外 在广袤的非洲 南美和东南亚偏远地区 铺设光纤成本高昂 而人口稀少 传统电信商缺乏动力投资 数位鸿沟长期存在 现在有了卫星上网 一个小村庄架起星链天线就能连上高速互联网 远程教育 医疗和商业 因此有机会触及以往被遗忘的角落 甚至在亚马逊雨林的深处 某些原本与世隔绝的不足 如今都连上了WiFi 这虽然引发了一些关于文化冲击的争论 但也充分说明了星链 正把地球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村 最后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急需一组星链 答案汇总起来 其实就是为了沟通无死角 信息零食言 网络不瘫痪 无论是战争灾难中的紧急通信 还是和平年代 在荒野山巅 远洋飞机上的日常上网 人类社会对稳定连线的需求 只会有增无减 我们不甘心让通信中断 成为现代文明的阿基里斯之种 因此寄望满天繁星 来编织一张坚韧的备源之网 而关于低轨卫星的上网速度够不够快 现在看来答案是肯定的 它已经足够支撑绝大多数日常应用 未来还将不断提升 有朝一日 透过头顶卫星中继 从地球这端到另一端的数据传输 甚至可能比走光纤还更快 也许再过些年 我们将很难再找到没有网络覆盖的地方了 到那时 登山客在雪峰顶直播日出 科学家在南极冰原及时传回数据 都将是平平无奇的日常 想象一下 若连撒哈拉沙漠正中心 太平洋正上空都有高速网络相伴 没有信号将成为历史名词 当然 这也意味着 再也不能拿网络不稳当借口 逃避老板的信息了 可真是让人又期待又无奈呢 总之 低轨卫星通信 正快速改变我们的世界版图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仰望星空时 想到的不仅是古老的星座神话 还有那隐隐闪烁的一组星链 守护着人类随时随地互联的梦想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聆听 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场太空互联网革命 因为它的每一步都在重新定义我们这个时代连接的方式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